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车型啊 它在 2017 年已经在海外市场上市 但是马来西亚市场来到了 2020 年才看到它的身影 不过我们来的是小改款 而且它是以 CKD 的方式贩售 它可能是 Mitsubishi Motorsport 最重要的产品之一 就它就是 Mitsubishi Xpander Mitsubishi Xpander 是一辆七人座的 MPV 车型 在印尼上市之后呢 因为它满足了当地的市场需求 所以销量非常的出色 来到马来西亚市场之后呢 Mitsubishi Motors Malaysia 也同样希望它可以适应到 家里有很多成员的这个消费者 他们也相当坦白就是说 这辆车其实瞄准的是马来市场 OK 我们先来看它的这个前脸造型设计 这个前脸呢采用了 Mitsubishi 的家族设计 Dynamic Shell 我们可以在很多的 Mitsubishi 车型看到这样的设计 例如说 Triton OK 首先 这里是这个日间行车灯 这里是这个方向灯 还有头灯的远近光灯竹 这里才是它的雾灯座 另外呢 它的车头还采用了很多的镀铬材质去点缀 值得一提的是在前脸这边还有一个 摄像头也是代表这辆车支援360度摄像头的 好不好看见仁见智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 Xpander 的视觉效果 辨识度是非常的高的 至于在车尾设计方面呢 它的这个尾灯组采用了一个 L 型的这个 LED 光条 同样的这个视觉效果上面我相信也不会太差 打开这个行李箱过后 你可以看到 Xpander 它其实它的这个 座椅的空间运用表现其实还不错 椅子倒屏之后啊 整体是相当的平整 所以你要运在这个大型的物品啊 是没有问题的 来 看清楚 这轮圈方面呢 原厂配来的是 16 吋的轮圈 而原厂的轮胎是这个 Toyoda的 Processor CR-1 它的完整尺寸是 205 55 R16 另外一点就是这辆车的离地高度呢是 205mm 也就是说你在一些马来甘榜驾驶这辆车的时候 可能路况不好时常会摩底盘对不对 这辆车可能就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 在这个 Mitsubishi Xpander 的内装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原厂试图打造出多层次感的感觉 可以在这个中控台上面看到一些些 Carbon Fiber 这个贴纸的点缀 但是因为定位的关系 它主要还是硬直竖架为主 但是在置物空间上面呢 这个 Xpander 算是有相当有诚意的 例如说在这个 这个副驾驶座这边啊 也有一些置物格可以让你放手机啊 放皮包等等 然后往这里看 这个就是个 9 吋的大触屏主机 它支援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你只需要把这个 Cable 插到这个 USB 这里 再连接你的手机 那么系统就会自动进入这个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的界面 算是一个相当便利的配备 除此之外呢 它的细节上面啊 就是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惊喜 例如说 普通的这个走刹车 排挡杆 另外呢 有几个细节要说 就是这个车辆呢 标配了这个 360 度的环境色相 还有这个行车记录器 至于在安全配备方面 像是 ABS EBD 还有这个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都是 Xpander 的标准配备 但是在安全气囊上面呢 它只有两个 这个门板乍看之下 我以为有皮革或者是其他的材质做点缀 但是这个缝线呢 是硬质塑胶 夹的 硬上去的 这里也是硬质塑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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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这个门板的质感呈现上面会略为逊色一点点啦 再来还有两个细节 其中一个细节就是这个椅子的高低调整 是用旋转式的设计 老实说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那种推杆式的设计 再来一点就是这辆车支援这个自动头灯起臂 还有自动鱼刷 算是相当贴心啦 这里就是这个 Xpander 的第二排座椅 可以看到前面是我的标准坐姿 而这个座椅支援 这个前后滑椅 我把座椅移到最后之后 我的这个脚步空间还有一个拳头 大概三个指头左右 只是呢 有一个细节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椅背 如果以我的身高 我的身高大概是180左右 我的身高坐下去的话 我的椅背会有不够支援的情况出现 再来一点就是 这个椅背其实是支援这个 角度调整的 所以如果你的后面没有坐冷的话 你这样做可能会舒适一些 再来就是它的这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是一个独立的Rover设计 也就是说不管你前面的风量怎样 你这里还是可以进行独立的这个冷气空调的调整 这一点是一个我觉得 蛮符合东南亚明清的一个配备啦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它的后座空间怎么样 Expander的轴距呢 达到了2775mm 也就是接近了D segment的水准 所以这辆车理论上可以是乘坐7个成人的车型 但是我进到了第三排座椅之后呢 我还是觉得这个第三排座椅可以的话 你让这个小朋友坐会比较好 首先就是我已经顶到头了 再来就是这个椅背的支撑真的不足够 其实第二排的支撑已经不好了 第三排的支撑会更差一些 所以第三排还是乘坐小朋友会比较好 在引擎方面呢 这个Expander和它的主要对手使用了排气量一样的引擎 同样的也是自然进气 引擎的代号为4A91 它的最大马力为105PS 峰值扭率141Nm 而与它匹备的变速箱是四速的自排变速箱 在这个荧幕这边呢我们会打除这个Expander和它的主要对手的这个动力上面的差别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Expander在这个动力表现上面并不算是太出色 而且它的这个变速箱呢也是我们熟悉的四速自排变速箱 至于在满载的情况下呢这个动力足不足够使用 那要等到我们拿到这个试驾车辆之后才能为大家测试的 以上就是我们为这个Mitsubishi的Expander进行的简短行程介绍 作为一款大家等了很多年的车型 这款车在一些配置上面确实有让我们惊喜 例如说这个9寸资源Android Auto还有Apple CarPlay的大触屏主机 然后有这个360度环景摄像 以及这个非常有辨识度的前脸造型 但是它的不足也是蛮明显的 例如说虽然它的轴距达到了2775mm 但是它的实际空间表现 和这个最接近的对手Honda BR-V相比 并没有太出色 另外呢这个1.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在满载的情况下动力足不足够使用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日后有机会我们会把这辆车借出来进行一个深度的试驾分享 再来一点就是预计这款车的售价会低于10万令吉 你觉得在这个价位里面 Expander 有没有竞争力呢?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OK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喜欢这次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